这几位谁是最先认识的本山老师 我们先认识的吧 差不多 我们应该晚吧 小宝他俩 我和维利哥我们早一点 我是08年 那个可姐是吧 我就是本山杯的时候认识 就有本山杯的时候 他们第一次跟着什么 我们三个差不多 是01年开始认识 01年 小宝 08年 对 你这之前就是自己 在外面在外面飘 各大小剧场 对对对 买出去跑着 对对 他的故事其实 是我最先发现他的 真的 真的 你跟我们讲一讲 我最初的时候 我们二人转剧场 我和我爱人 不是在专业团吗 然后那个实话是说 不太好吃饭 然后我就下海了 在我下海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他们的一个 明年艺人 那就是简直就是太有才了 多才多艺 我在那个 就是那个沈阳 有个北市场的剧场 那是我认识的 宋友宝的第一面 我看一看他的时候 那年他二十二 然后那个烧古鲁那人问 大哥你今年三十几的 四十几 对那年四十几的 你在办哪 我在哪 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 他就特别有才 他每次演出 咱们咱们是这样的 是给 说给外行制造快乐 给大家制造快乐 但我就跟那个 他演戏天天 我这在 哈哈 我葬大嘴 天天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那我就那个最初的时候 先介绍他去那个 延续镜长那个剧场 嗯 延续镜长 然后就 到那之后 我们都从那个平台 转站来到赵本山老师那块 对 都在那个吉林 对 对对 我们都从吉林出来的 哦 我们在一起生活四年 特别有才 他 他最支点的动作 就跑一圈 你到一会儿 他跟我介绍 他跟他生活了四年 哈哈 就是 是你们这些 有多么 羡慕的 哈哈 哈哈 沈阳 我们在一起 我知道 哈哈 也理解 在外面也不容易 不谅事 不谅事 嗯 对 本家没事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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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阳他说的对吗 嗯 是 我们在一起 就是那个 谁没个年轻的 哈哈 是吧 这也对 嗯 我好想 但我们找 不能找 哈哈 哈哈 那就不好找呗 哈哈 这 收藏 是 值得登场 是 值得收藏 那个 我能理解你 我那会儿 十六岁 就特别老行 是吗 啊 边边大的孩子们 人都挺高兴的那样 就我一天到晚 唱个戏 唱什么的 做工汽车人都问我 下班了 是没有 是八二九中学 哦 接孩子啊 哈哈 不是 开家长会今天 哦 你结婚够晚的呀 哈哈 活不了 活不了 还真喜气 不知道过日子怎么样 哈哈 然后 大老师 在哪发现的你 在吉林 哦 也是看演出的时候 哦 对 后来是 就跟 严续静说 我想把那个 宋小宝 领走 嗯 带到我身边去 嗯 就这样呢 我呢 说严续静也没 说别的 他能说别的吗 啊 对 呃 员续静老师也没说别的 自己 我就来到本山传媒了 嗯 就这么简单 嗯 邵老师爱财 对 他真是 嗯 带到本山 传媒这 然后严续静他们家 就买了个黄 哈哈 没有 这也很好 也干的很好是吧 很好 就说他们家的小剧场 是当初干的最早的了 对 对 就是说 比较有 就是说 好多二人转演员嘛 就包括我们团理 这个理念 还有 还有都很好 就是 就是真正的 很早以前 就弘扬绿色二人转 就是看了 对 对 因为那个 学静姐姐和姐夫 他们俩都是内行 对 绝对的内行 真正的是想传承二人转 弘扬二人转 嗯 挺好的啊